那我们来讲到以我们现在的整个防灾的硬贝上面 最重大的一个因素 我们最需要的一个资料就是雨 所以雨量就是景区 如果我们完全没有所谓的什么预报系统 那再来雨量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资料 现在不管是土石油的体界 你会飞烟水风潮风露都是用雨量来做景区 所以雨量就是一个景区的资讯 所以这个是而且这个雨量是我们在伴防灾一路的人缘来讲 我们最容易取得的一项资讯 也是最容易了解的一项资讯 因为这样子所以也必须告诉各位说 我现在要看说各地的降雨怎么样 我可以去哪里看 那其实中的西向井它就有一个 在西向井的宝贝里面它就有一个系统 这个就是所谓的降雨建设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台湾的防灾单位 大概都在用的叫QB上 就是去电天气建设系统 所以在西向井的宝贝里面就有 比如说这里是降雨建设系统 你一样进去就可以看到什么 那你如果从那个网面进去 其实你可以看到的功能是比较少的 那因为这个是我们比较专业的 但是你从西向井那个网面进去 其实它的资讯也逐过以来 我们也可以来 就逐过我们来看 比如说现在降雨多少 那它整个回波的状况是怎么样 到底现在台湾到底是哪里的雨量 还在下降雨比较大的 到底是哪里的地方 从这个系统里面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回波的这种 它按左右键它是可以放大缩小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台湾 那这个台湾 你看以我们这个来看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在下雨 左右键按就可以放大缩小 各位如果回去有空的话 可以针对这些我们平常在防灾上面 可以用得到的系统 来做一些测试 不管你以前是不是知道 那至少说透过今天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了 对这个以后再有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进去去看 你看你可以放大缩小 然后整个降雨的行动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到底现在台湾到底还在下 那当然它也可以套点一些图子 比如说它可以套点核穿 可以套点核穿 另外这个雨量站也可以形式出来 你看这个也可以放大缩小 这个是宜安线 这个就是雨量站 那雨量站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是交期雨量站 这一个数字就代表过去十分钟的雨量 这个是过去一小时 三小时六小时 那一样的你可以看到 它也可以去套点所谓的这个 这个对流包 比如说这一块等一下它是 会这样子移动呢 或是往上移动 假设我这里都已经 现在都已经有点阴水的迹象 那以往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系统来看的话 我们会认为 可能等一下它雨可能会变小 或是甚至我们的河川 一水一直满上来快满上来 那我们通常一种心理就是说 搞不好等一下雨就快停了 它就会下降 但是你如果有这个系统去看的话 你会看出来说 很抱歉不会了 等一下这一棟可能就是直接 还会一直进来 那我们在整个应变上面 什么床在上面 我们就跟着跳起速率 你看这个就是你套点这个对流包 比如说这个是目前这一对流包在这里 未来的15分钟 一小时 它是这样子移动 所以你看也许你会弄是这样子的 有的你如果说 你有这种给雨包 对流包的资讯 你可能说这一块可能是往上 不是往上移动 这个就可以协助我们在整个 房载上面 及时应备上面来做一些雨盘 这就是刚才讲到的对流包移动的方向 就可以用套给这个对流包的方式 套给你们去看 到底这个对流包它的移动方向是怎么样 那当然也可以看到它的数字 比如说这个是宜安线 现在来讲它的宜安线 它的过去的十分钟 一小时三小时 现在到底下了多少 我们可以都从这个系统里面去知道 这个是提供各位怎么样来看这个 我们现在到底下了多少 然后整个宜安线的这个部位 你也可以去部位区域 比如说你是哪一乡 你也可以去看哪一乡 如果这个乡镇它有雨量帐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过去它降雨的情况 那你如果看到这个系统 这里有在管辞的这种关锁解释的话 再谈谈谈谈 那大概什么 那就代表说它这个里面有十雨量 是超过五十毫米的 或是它十五十分钟的雨量 有超过十毫米的 你一按的话它就会跑出一个方法 告诉你说哪些是你叫管辞的雨量 有一些层次的雨量帐 各位跑出来 那刚才讲到的 我们现在不管是中央 大家或是各个县市政府 大家也都在做所谓的手机中心来系统 那这个部分大概是说 你从一些资料的搜紙 然后进到搜紙 把资料变成资讯 然后资讯去加以理解以后变成资讯 然后到后面这个行动 那我们讲说 现在有人在讲说知识不是力量 知识你要应用它才会变成力量 就好像说 我们知道钱 你没有把它变不掉 它就是一张纸而已 没有完全帮回它的作用 那我们也知道说 每天都要去运动 运动对身体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保障 他就是吃饱饭 他就不去运动 他里面去看牵手 去看风筝试驾 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得到 他这个运动所产生的 这个运动 这个我知道运动很好 这个是变成行动 该是做我们的身体 对人家做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整个防灾的应变上面 我们随时要去问自己 你看到这些资讯 我看到这些西向主给我们这些资讯 水利主给我们这些警戒 土石油给我们这些主戒 我们时常要去问 我们拿到这些资讯 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 或是说我们在做应变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其实也不是经典财务 我们每人都在应变 每人都有财务 那其实我们对于 某一件事情的这种运作 或是应变上面 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那可不可以累积了很多经验 那我们这种实物上的经验 跟我们所得到 我们今天讲的各种的 预报资讯和这些系统 到底它的连接性 它可以用在哪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某一件事情 或是说我们在做应变的时候 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 你有了下一步的想法 你才会有行动 那这样子也可以配合 在比如说我们身上 在做一些黄心引擎 那我们现在做的黄心引擎 大概都是这个线插的线 这个线插的线 这个线插的线 所以演出来都很提手当然 那你如果说依照我们实际 应变上面以及推演的话 我做这样子 然后最后 在这个点 我现在不是要解决资源 要做什么的 你用这样子的去推的话 你才会去衍生出很多的一些问题 在这个时间点 我可能要跳到下面的行动 我缺了什么 要用这样子慢慢去想 才能把所有我们所有 有用的这些工具 把它使用我们的这些工具 然后使它产生一些行动 产生一些力量 那我们讲说整个 防灾的疫情这个部分 我们刚才有讲到 就是说离灾就是减免水 那个所持的一些关键 那以下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要将我们现在所建的 我们有一个防灾资讯服务 它里面所提供的有哪些资讯 因为我们大概98年 我们整个应变系统 然后破破我们整个 都建制的这个防灾资讯服务 使我们的整个资讯 更加的一些晚辈 然后所以刚才我还在讲说 我们打伊特报的时候 我们替他一个纸牌 他哪里有警示 哪里可能有约细 他看你的信就知道 或者是做下面的 那整个水灾的疫情 就刚才讲到就是观测 及时的观测 及时所观测到的这些资讯 然后加持配合我们的这些疫情系统 达到疫情了以后 我们就有做一些通报 那一样你地方政府 还是我们所属的这些 还是说你这个民众 你带我们的这个网路上面 去看到这些资讯 你的下一步你要去做什么处置 这个就是我们的防灾自信服务 我们有提供淹水的警戒 这个是属于内水的部分 有河川水的警戒 这个是外水的部分 有水物泄额的部分 也有富汗疫情的部分 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一个系统里面 可以提供的一些警戒 当然里面它还有很多的功力 那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 你必须就是有时间的话 就进到我们这个水域所 防灾自信服务网里面去探测 你只要你如果不知道房子 其实到我们的全球资讯服务网 就被连接到这里面 其实刚才一直在强调说 你只知道我们的这个防灾自信服务网 但是你如果说 你没有进去再看一看 那可能你过了一阵子就忘了 刚才讲的那些一些资讯 你如果说 没有去真的台风浪雨的来的时候 你去真的拿出来看一看 然后跟自己的业务去结合 然后想象一下 这样的影量 我未来 我这几天的整个硬变期间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形 互相去定证一下 你可能就会有进入多一些经验 那比如说如果有X的解决的话 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图子表示 这边会先刚才讲到 我们系统讯息会闪烁 你一按进去的话 就可以看到说 到底是哪几个县市是有解决的 那按这个县市 它就会保出 它就会保出 是哪几个乡镇它是有解决的 这个大概先给各位这些资讯 那一样的 你看到这些资讯 如果说这个是你家附近 你的村里 你的象征 你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或是说 我这里还是情空晚 所以刚才讲到 不管中央提供给你们这些资讯 它可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甚至不完全有这种不确定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 据样子说 它所提的 你不能毫无知己 也就是说 我给你的是一个情 如果你有这种这个 这些资讯的话 你可能不晓得说 我们的危险的 可能要做某些应配的时间点 大概会 产生会在哪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们典里的这些资讯 还是要配合 你在地的现场的一些情况 现场的情况 去家里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防灾资讯服务网的网络子 就刚才讲到 那这些简讯 除了在我们的网页里面的话 那在我们这个 防灾服务网里面 我们也有提供 我们也提供所谓的APP 这个小型的下载 还有一般手机的 等等 还有Pacebook 等等 这一些 也希望说 大家可以上到我们这个系统去看看 到底说我们这个系统 对你的业务 到底有哪一些可以应用的 这个大概就是 我们整个手机版的这些内容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也可以到我们那个 到我们那个 到我们那个 到我们那个网页里面 他就会教我们说 你怎么样去下载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也建设 除了刚才那些警戒之躯以外 也有比如说 也有一些 建设一些其实影像的一些监控的一些系统 然后 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 视讯会议的这些 都可以从我们那个系统里面去减许 那这个也大概提供给各位 提供给各位 因为 各位的一些资讯 比如说 台风来了以后 除了气象球 也有的一些资讯以外 那我们在网路上面 我们到底还可以得到哪一些 其他一些资讯 这里就是一个台风两天 你比如说 你随便把盖子收紧台风两天 就可以看到这个网路 有台风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 比如说这个就是纪念这个太立台风 下面这里 都是这个台风能源之序 你看各位也许有看过这张图 那我就可以看到各国 你看有台湾灵魂这些等等 各国的预报的情况 大概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如果大家看起来蛮一致的没有台风 那我们大概了解说 这个台风的路径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你看到这个 你看到路径 你看到路径 你会不会想说 这样的路径 跟以前哪个台风的路径 很像一样 那以前这个台风的路径 到底造成什么灾害 它的领量到底是多少 现在我们的电视媒体 时常也会爆 现在某某台风 跟以前哪一个台风很像 陆境很像 完了这一次又会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 你知道大概这样的一个路径 是这样子的话 你会想到说 我赶快去找一下过去 跟它路径比较像 像到底有没有 跟它路径比较像 像这些台风 那其实气象族 也要这么多的事 这个就是气象族的网列 这里有一个 叫台风资料库的 你一按进去 就可以看到这里 那你不要去写这个 你写下面这个 这里有一个叫台风分析预报 你一按进去 就可以看到这里 气象族 把所有地点来的一些台风 它就把它放在这个网列里面 这里有一个分析资料库 一进去 就可以 看你是要用路径来分的 强度分的 连度分的等等 所以今天你如果 就知道了 就知道 不知道了 刚好今天趁这个机会 跟各位想说 欸气象族的这个资料库 你就可以 台风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 挖列里面 比如说 以 连路来分的 你看从1897年到去年100年 所有的 你只要按一个连路进去 所有花族报的台风都在哪 你都可以去找出它的资料 那以路径来分的 看你是要向西向北 这些 你都可以自己去看 比如说以向西来讲 比如说 我们讲说气象族 它有把台风分成几天 那刚好这里就 向西的就有五类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 那第一类就分成四类 那假设我们刚才 从那个台风两天所看到的路径 是把假设 是这个路径 那我到这个资料库里面 就是这个路径 我就找看看 这一类路径的到底有多少 再把它按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说 西向北之间 大概这个方向 大概有这么多 它又把你分成墙内中度 星度 你也可以再把它按进去 比如说墙内台风 又是这个路径 大概有这几个台风 那比如说我选恶火台风 再把它按进去 这里就有一个恶火台风 它过去的这些资料 那比如说 我看这个雨量中的资讯 雨量进去 它就有一个PDM来 大概描述一下 这个台风的状况 然后它整个台风期间 它的累积一样的分布 广大一个围态 这个是从729年级到80年的分布 那这个是它半天的 每一天的每一天的这个雨量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 如果这根子的附近 比较相像的 我就来找几个来看看 它过去它到底分布的情况 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给我们 台风还没进来之前 给我们有一个一级的信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路径 它可能会造成 什么样的一个降格 但是你用这样子的比对 当然还有一些风行 因为用这样子的比对 它是考虑到 只是一般的台风 它并没有发所谓的 你有没有东北极空的 共用办的效应 它没有把它调进去 有没有西岸气流 它也没有调进去 如果这个台风都打得不是很正的 我讲的所谓的不是很正的 就是说 它不是前后左右都很对称 它有什么头重脚轻 然后雨量配在哪一边 用这样子来比它时候比较不紧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 刚才有讲到 有一些素质模式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中间气象局 它也有这个素质一报 我们也可以去看 比如说这个是风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它可以预测84小时 你只要把这个全部写下来 这边全部写下来 然后按动画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气象局的 网列里面的东西 这个就是台风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 除了我们知道说 它的移动的路径 什么变化以外 那你可以看到它整个 像你的范围到底多大 即使它没有进来 从哪里插过去 那我可以看到说 它到底它的影响范围 有没有影响到的 那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 我们也不要去检查说 它到底对不对 至少比我们用乱猜的来准备 因为我们限于说 我们目前整个气象局的 整个中央的 这个单位的资讯 限制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一个司法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讯 来辅助我们本身的防灾利用 把它做得更好 那一样的 这个可能大家如果做防灾 大家也可以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在往路上面 这个也是每天都有的 比如说欧洲的一报 美军的 日本的 这些都是提供给各位的资讯 有需要的话 其实你在往路上面 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那刚才讲到的 在路上台风警报报布的时候 气象局就会有这种 种雨量的预报 还有24小时一样的预报 各位看到这个预报的这个预量 你会想到什么事情 我们讲到你的下一步呢 你看到这个字 看一看 没什么感觉 其实这种资讯可以 我们可以拿来当什么应用 种雨量的预报 或是说 你可以 气象局就有种种雨量预报 然后它附续会有种雨量的预报 它会去上修或是下修等等 然后它也会有24小时的雨量预报 那种雨量预报就没有一个资讯 另外你也可以用现在到以下多少人 然后未来还会20小时 未来20小时还会下多少人 这两种雨量你去比对 比如说好比对 过去的我们自己的经验 过去比如说莫拉 赫兰 华纳比亚这几个台风 我的乡镇受灾了 我的县市受灾了 它到底的雨量有多大 那这样的雨量 有没有比真的还大 那如果有的话 你心里要地带要有一个准备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雨量应该障碍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 点击一些经验 当然用种雨量来看 我们来看这张图 自己也是要有种 就是说你要有一种认知 比如说种雨量的预报 这个就是说 你还没有开始下雨之前 有了这种资讯以后 种雨量的预报 比如说它是800 但是它800会怎么下 800是下800 还是半天就下800 这对你后续的 扎台的影响是有种大影响 比如说你没机拍风 那里面